LED累金厂经电社会与产品组合调整策略奏效 以及平均驾动率提升的挹注 去年税后净利达到18亿元 年成长幅度超过了4倍 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高纪录 台北LED照明展预计3月25到3月28号闪亮登场 随着背光照明等市场不如忘记 加上月底的大型展览加持 厂商普遍保持正面看法 业绩有望快速回温 要抢商机累金龙头厂经电 丽萍在第一季底前完成合并参元 这三年LED的照明会进入主流 它的市占率每一年卖的量里头会从50% 然后到15年可能就20到30之间 产品组合调整策略以及平均驾动率攀高之下 激励毛利率提升到19.05% 年成长5.74个百分点 税后大赚18.1亿元 更年增超过4倍 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纪录 想要建立品牌或包括大量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渗透呢 都在这三年 经电业绩表现超强势 反观韩国大厂三星 屡屡传出有意退出或暂停LED事业 不过根据南韩媒体ET News最新消息指出 三星已经证实将持续投资 更大动作并购美国LED显示器制造商打破市场谣言 富士宣传建委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